李显龙首先自渡辞 说过去一个星期是新加坡黑暗的时刻 因为这位引路明灯熄灭 赞扬爸爸献上一生建立新加坡 成功建设一个多元文化 安全和繁荣的社会 我们失去 Our founding father Mr Lee Kuan Yew who lived and breathed Singapore all his life I once met a lady who owned a successful fried rice restaurant She told me, tell Mr Lee Kuan Yew I will always support him I know what he has done for me and Singapore 她和她的年代知道, 使用中文字词, 跟着李光要走不会死的。 所以这几天, 前几天的奉务, 我们有几分钟。 我坐在他身上, 和在他身上。 李光要的灵救中, 由国会大楼移送至国葬举行场地, 海六空三军以最高规格致敬, 灵救经过远途, 大批公众人士无与送别。 灵救移送仪式中午十二点半开始。 在国会大楼, 李光要的灵救, 盖上新加坡国旗。 由军方和警察作为代表的扶寧队伍, 送上拖鞋炮架。 离开这个四日来, 有近四十五万人, 亲自来到置疑的地方, 前往国葬场地, 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 沿途全长十五点四公里, 早就逼满公众。 不少人挥动国旗, 向这位建国总理致以最后敬意。 海陆空三军以最高规格送别李光耀。 灵救经过政府大厦前大草场的时候, 炮兵部队明放也一响礼炮致敬。 空军四架黑骑士战机飞越上空, 排出稳落队营, 其中一架向西面飞走, 象征细者朝着夕阳的方向稳落。 灵救经过奔海大桥, 海军巡逻舰、 兼艺号和江人号名笛三次, 代表向李光耀三谷公。 灵救之后, 还经过中央商业区, 纪念他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贡献。 以及李光耀自1955年开始, 做代表的丹庸巴葛选区。 达士岭、鸿山、女王镇等多个组屋区, 和新加坡理工学院。 无线电视记者李伟达报道。 我们现在看看国创的现场情况。 中国创今次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举行。 包括李光耀的大仔, 现任总理李显龙在内等十个人, 先后自在道辞。 稍后会全国人民默开一分钟。 新加坡民防部队, 并且会拉响警暴。 今次的国葬仪式, 包括李光耀的大仔, 现任总理李显龙, 而李显阳, 总统陈庆严, 荣誉国务资政不作动等十几个人, 就自在道辞。 而稍后, 全国人民将会默开一分钟。 不向李光耀致言。 而整个仪式结束之后, 灵救将会移送至万里火葬场, 不举行私人火化仪式。 但, 没有什么样的。 这位判断, 这位判断是非, 那位判断是非, 那位判断是非, 各位现场情况在这里 在北京全国港澳研究会 举行《基本法》25周年座谈会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迅说 一国两制要以对国家的认同为依归 不是被某些人为所欲为的舞台 由北京记者占潇荣辉道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 举办《基本法》颁布25周年座谈会 出席的有港澳办和中联办的官员 以及《基本法》委员会内地和香港的委员 人大法公委《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迅说 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是为了维护港人的根本利益 和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 不是为了给某些势力提供一个舞台 让他们有机会来夺取香港的管制权 进而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或者来改变国家的根本制度 他说对政改能够获得通过仍然感到乐观 但就认为不需要由中央去承诺将来会再优化普选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周波就批评 有人想挑战宪法和基本法 在争议和矛盾面前 有些人又于视野的局限 或为了自己的利益 忘记了或背离了法治的价值观和轨道 以违法甚至暴力手段 冲击社会公共秩序 违反宪法和基本法的行为 都不可能解决问题 都会激化矛盾 都会撕裂社会 基本法委员姚光平就说 基本法不能够取代宪法在香港的地位 以基本法排斥架控宪法 把香港排除在中国宪法的适用范围之外 无非是想为香港变成独立的政治实体 提供口识 中联办副主任黄兰法强调 如果2017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 选出来的特首就会有更高的认受性 和更大的民意基础 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民生 如果否决政改的话 香港的政治争拗将会加剧 无线电视主义北京记者 香港必须透过同内地以及世界各地贸易 才能够保障香港700万人的就业和生计 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未来星期二截止接受国家或地区 要求加入成为创始成员的申请 曾俊华透露 特区政府在去年12月 已经向中央政府提出香港加入亚投行的意愿 中央政府反映正面 曾俊华认为香港可以在一带一路中 担当投资者、中介者和支援者的角色 由打算在今年秋天 率领商界代表团访问部分一带一路国家 加深政商联系 无线电视记者郑水文报道 港铁西营盘站启用 西港岛线全线开通 港铁华新站整体运作大致畅信